台盟我们的全称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那么我们这个台湾二字 冠于本党派的名称之首 可以说宣示着我们的党派的宗旨 之一就是传承弘扬台湾同胞 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 致力于实现祖国完全的统一 在我们每一位台盟盟员的心中 都流淌着骨肉之亲这样绵绵的乡愁 以及融化于血液当中的家国情怀 那么祖国统一民族复兴 就是我们台盟始终不遇的初心和使命 去年12月份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11次全盟代表大会 也再次选举我担任台盟中央主席 我感觉这既是全体盟员 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更是对我莫大的鞭策和激励 我也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那么也有信心必将不忘初心 克尽职守 带领全体盟员呢 在新时代继续的努力前行 台盟成立了76年 那么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 亲密的合作 广泛的动员全体盟员 和我们所联系的台胞 积极投身 建立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 探索改革路 实现中国梦这些伟大的实践 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推动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 做出了我们一些贡献 那么76年来 台盟始终是高举 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传承弘扬台湾同胞 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 我们也充分运用乡情 亲情这样的直通车 直达基层 直达民众 这样的党派特色 那么以一家人的视角 来倾听台湾同胞的心理化 尽量办好两岸融合的家里事 亲旺亲好 融合融通 来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气和 我们也努力构建新时代 台盟对台工作的大格局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这是台盟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 和使之不欲的奋斗目标 那么进入新时代 台盟将充分发挥 从岛内的乡亲以及海内外台湾同胞 广泛联系这样的独特优势 团结引领广大盟员 和我们所联系的台湾同胞 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来厚执支持和追求 国家统一的民意基础 来推动祖国统一的进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踏上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 非常感谢各位媒体界的朋友 对台盟的关心 那么借此机会呢 我也想委托岛内来的媒体朋友 向家乡的父老乡亲问好 谢谢 感谢观看